首先一点我先表明我的钱不要什么 我的想法吧 我不管找谁 我的工资也不忘了 找哪个老头他得养我 今天来相亲的大姐真不一般啊 上来就先表明 自己的工资要留着自己以后花 找的老头子必须养他 大姐啊 你这是来相亲的吗 是来找老伴的吗 不是来找人包养的吗 或者来找工作的吧 而且说的这么理所当然 说的这么理直气壮的 你这是对自己有多自信啊 同样都是老年人了 为什么别人就要养你呢 你又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而且你自己有不低的退休金 为什么要别人来养呢 为什么不自己一个人好好过呢 又何必看清自己 去当保姆式的老伴呢 难道这么喜欢伺候别人吗 那就去当还可以发工资的保姆啊 这老年相亲真是无奇不有 你好 阿姨 第一个下车的 那个刚才过去一趟车 我以为你在那趟车里呢 挺早就出来了哈 今天来相亲的大姐 叫柴彦芳柴大姐 63岁 事业单位退休 退休金4万元一年 有住房 红娘接到大姐 趁相亲之前 先问问大姐想找个啥样的老伴 阿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找一个有责任心的 有担当的 实实在在的 能过好后半生吧 有责任心 有担当 就要求这样简单吗 没有别的具体要求吗 越盖矿性的要求越不好把握啊 不知今天来相亲的大哥 是否合适他 今天来相亲的大哥 叫邹店副邹大哥 67岁 企业单位退休 退休金一年4万元 有房有车 两人刚见面 我跟叔叔说9点半 然后叔叔不到9点钟说的就快到这了 时间关键挺强 这点加分吗 加分 边走边聊 一起来到约好的相亲地点 随时地方有活动 这边这个 他们今天有活动 然后这环境不行 我们换个地方吧 只好换地方 真是好事多么 两个人刚坐下 大姐就说自己不找离异的 而且一而在 再而三地强调自己不找离异的 我的选择是应该是上了 不想找离异的 那知道叔叔的情况吗 不太知道了 那叔叔可以介绍一下 什么情况 这个是离异 我俩离异一年多 那啥是这个离异的 我老玩麻将 我先闹起来 但是我不管 我也不差那点强 玩去吧 各人各样 你不能老玩这吧 老玩这吧 整家闹起来 我找一个差不多就行 也不用说什么 两人说得来 能到一块去 两人一闹的话 这说话好听 我现在那个说话 他难听 嘴里放啥 一听他不愤 找个体积好点 就是你一说话 他能把字好听 那这玩意 小时候大 别年轻 好漂亮 啥都不会 没有啥爱好我 就是能收拾家务 别的都不会 最佳性的 最佳性的 嗯 不会看他 不喜欢抽烟 不喜欢喝酒的 我要有爱好的话 我就不找个头了 我一般的 不找的雨的 都有牵挂什么的 我就找不上午的 就大半过日子 我也不要求 怎么怎么 也没有什么牵挂 有什么牵挂呢 还大了自己过 你啥跟我 就是不管什么原因 我不接受离异的 那这有点太绝对了 大姐啊 没必要这么绝对吧 无论是丧 还是离异 反正大哥是自由身 不就可以了吗 知道大哥是离异的了 何必这么不给面子呢 当然大姐有自己的考虑 如果说互相就是说的 能谅解 能原谅的话 这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 我总觉得是这样的 现在大年龄呢 你说再离婚 我就觉得 我是做不出来这事的 再不像样的话 我也能 能过 得看孩子 不能让孩子操心 我现在不还是注重人品吗 也不是因为叔叔打麻将 然后老伴跟他离了 是不是啊 所以咱还得多了解 有啥想法就说一说 没有打扮你 要拉一下 没啥想法 就是说人家的想法也正常 离婚是自由的 是不是啊 不管多大年龄 说不来可以离婚 但是在我这个心里 过去这个坎儿 我总觉得这个年龄离婚的话 总觉得就是有点不靠谱 不管啥原因吧 这么大年纪了 孩子那么大了 能过还得过 这些年呢 你说都过来了 你说的 对某种原因来说吧 我就是说 对离遗这个方面 总比较建议 但是我还是没说情绪 说离遗这个事 我没想到这么大年龄 有离遗的 我觉得在我印象当中 这么大年龄 哪能有离遗 一般都伤我的多 所以说我就没说了 大姐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无论什么情况 只能是丧老 不存在离婚 别看大姐是事业单位退休的 思想还是比较传统的 大哥除了离遗这一点外 其实其他方面还是符合大姐要求的 其他方面还都挺符合的 那你看其他方面是种的 不喝酒 不喝酒 身体挺健康 对呀 人体也不错 那不得再接触吗 是不是 我选择标准嘛 就是说的身体好 容貌吧 过得去就行 这么大年龄了 找啥 好看来看的 差不多就行了 健康点有点责任心意 有点淡淡的 能出去买菜了 干啥的了就行了 买点家务东西啥的 条件方面呢 条件不符合 条件必须得有住房 工资三千以上的 这不都复合吗 房子也有 工资三千多 当然也只是针对 目前了解的情况来说 还需要进一步了解才行 如此就接着了 首先一点 我先表明我的钱 不要出马 我的想法吧 我不管找谁 我的工资也不忘了 我就找哪个老头 他得养我 你还这么想呢 一句我早不早没有必要了 我的工资 我要存起来 将来的时候 上老牛公寓的时候花 或者有大事的时候花 有大事的时候 一致可以 我可以有大问题啦 大病啦 就是自己花自己 叔叔认同这一点吗 那既然两人想生活一块 就得必须得 不得少 复苏的 也复苏的 那个态度也行 就是多少你出来 你别人年轻上班 上班我可以用 少不用你 不是啥 逃一分给我全包 阿姨同意吗这观点 不同意 为啥 叔叔叔你的理由 比如就是说的 我就是 还是那思想比有旧 过去那个 古语不说嘛 加汉加汉吃饭嘛 我还是这个观点 原来日子也是这么过的 来日子 那不是吧 原来日子不是这么过的 那为啥 现在找老伴要这么过呢 因为现在子女都成家立业了 谁都不管谁了 你要想找老伴的话 那你就得养啊 那你不养 不养找老伴有啥用啊 老伴给你付出了 给你做工作了 上你家去啊 给你洗蒜了 做家务了 见过你了 那你咋不养啊 那你不那时候一点多 那是不现实的 你那别说孙子大 年轻人也自己借 也得互相 对不对 当保姆 保姆还一个月给两三千 那你要这种想法的话 假如说哈 咱们假如说 两个人走到一起了 那时候想 我这养着你 工资都花我的 我就啥也不用干了 那你心里能舒服吗 哎可以不干了 那你那你过的保姆 你就给钱吧 过保姆给过保姆的钱 不落不知道 一落真让人吓一跳啊 这大姐也是心知口快之人 先就表明自己的经济太多 反正找老头就得养我 我自己的钱是必须得留着 大姐啊 别的女人相亲虽也是这么想的 但表述可含蓄多了 你就好 这么直接大胆的说出来 而且说的理事气壮 说的理所当然 也大把年纪了 何必把自己摆在保姆的位置来相亲呢 还不如去当保姆啊 这样不但包出包住 还能拿高工资 这样把自己反而看清了 因为自己退休金也不少 何必呢 又不是养不起自己 何必要别人去养呢 红鸟很犀利 你凭什么要别人养你呢 你有什么地方值得别人来养呢 你能给别人带来什么好处呢 你能付出啥呀 我能付出啥 我该付出的我就付出嘛 付出感情 对啊 付出感情 付出家务 是不是还跟保姆是一样的 是的 那不觉得自己那日子过得跟保姆似的 那你上一家去可不就是这样的 别人或是脸互相做 都是共同去付出 共同去承担的 因为这俩人过 他不一直一月了 行 我第一点过 我再去的车县 去的牛 去辣马街 一月这个花一千块钱 最低的七五百块钱 有钱 大姐觉得自己作为女人 女人该做的都会做 可大姐就觉得嫁汉嫁汉 就得汉养她 咱不是说的像人家没有收入的 我得找一个能养着我 充着我管着我后班省的 咱不需要这样的呀 那我也不可能挨一支 那就当我们有工资 不一定是挨一支 毕竟咱不是有工资 而且工资还不低 那不找不找那种 我的钱不能动 对 我的钱不能动 我用到我自己身上家用的 我不可能拿我钱给你养家 那这家不是咱们两个人的吗 两个人 现在再混 谁知道过多长时间 那既然咱们迈出这一步了 不就是觉得认可这个人的吗 才想往前走一步 那一定能 这方面都行不行 要真正过了几年的之后了 那感情到位了 那这件事也都无所谓了 现在暂时是不可能的 那你现在找一个 就是觉得差不多了 就可以走到一起啊 先过着看呢 对啊 差不多了 从演员下各方面看条件差不多了 那就过呗 而且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一起过 觉得看的过去 就可以两个人一起生活 过不下去了 就可以抬腿走人 大姐啊 说你思想传统嘛 遵从嫁鸡随鸡 嫁口随狗 能过就绝不离婚 但你这见面就可以过的思想 而且时刻抱着过不了多久的思想 又觉得你还真蛮开放的 这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吗 真让人搞不懂 到底是怎么想的 大哥对大姐的想法不认同 大姐就是坚持自己的 大哥你有想法 那就拉倒吧 阿姨您跟我说 电话里说有人之前给介绍过 也有对您表示好感的 然后您都没看上为啥呀 您可挑了是不是 挑倒不是挑 我感觉不合适 差在哪儿了 一个是没有住房 另外工资低于我的工资 还养不起我了 两千多块钱能养起我了吗 两个人生活 适合拉撒 在住房子住 那阿姨为啥有这种想法 想把自己钱攒起来将来养老 嗯 那反过来想 那如果叔叔也想 像你这种想法呢 那就不早吧 毕竟这个年龄了 对那就不早吧 都涉及到养老的问题 那就不早吧 你这个养老 上了养老院还不浅心 那俩人都互相出顿 你也出国出花钱 那要是全赔一月 那这三斤不够 把生活食量下降了是不是 那你不够 你去找一个选择 选择一个挣钱多的 能付出那样的 能付出的是 对 在经济房那付出 对呀 这大姐是真硬气啊 原来大姐所谓的 找个有担当的 是在经济上 担起养她的责任 哎大姐啊 你对担当的理解 是不是有点片面啊 当然了 也没错 有担当的男人 如果经济上都不能负担 那能担当什么呢 红娘也不理解大姐 为什么就坚持 二婚找老伴 大姐硬是要男方养 想问出个究竟 随时大姐没有任何理由 她就是觉得男人的养女人 阿姨您是怎么想的 就是找老伴的话 就是我这头 我就不想动我这公子 对呀 我就不想动 为啥有这样的想法呢 我就是这个想法 没有为啥 我找老头她就得吃喝拉撒养我 那我找她 就是靠三 那我找她有用的吗 我还问她给她拿公子 我找不找她有啥用 找老伴是为了老伴养咱吗 应该养我养 不养我找她干嘛 对呀 那咱付出啥呢 咱付出 咱该付出也付出 那两口子过日子 不都那样吗 那对呀 不都付出感情吗 对呀 经济也好 经济不都是共同的吗 对呀 经济不付出 是因为爱婚女演员 对呀 我还不知道 这个我们跟一起 能过多久 对不对 感情上 能不能合得来啥呢 那我不能进门 我就把我固执折 把我固执交给她管 你找老伴吃喝拉撒 必须管呢 你必须管呢 你男的就是应该 必须管女的 这都啥年代了啊 谁说的男的管女的呀 我们年轻人都不敢这么说 我现在就是这么想 有啥过人之处啊 我呀 对呀 没有 就是普通的老派的 咱说咱找老头吗 嗯 能接受咱那条件吗 那不接受就不找呗 就找不着就不找呗 那咱们的结果不没达成吗 咱们目的不是为了找老伴吗 那目的没 那没 没达到就没达到呗 那也不是说的 呃 那达不到也没办法 应可的 应可我就找我呗 不应可就拉倒呗 大姐就是这么自信 就是这么硬气 能接受吧 我就这个情况 我还是年轻 我不用他接 我可以 我可以找一份工作 能接受 我这观点就找吧 不接受呢 没办法吧 啊 留不留个微信呢 再接触接触 不留 因为不接受 离异的 微信没有用啊 如果说不是离异的话 能有机会接触吗 嗯 那差不多能接触接触 现在一点机会都没有 嗯 不想接触 有缓 有缓 有缓缓缓 没缓缓缓弹 大哥就着条件 所以只能走人 谁只走着走着 大哥就对大姐说 我要追你 我得追求你 你追求我 你追求我 你连点 你看这个条件 是谁给你的 喜欢一个人 其他的条件都可以忽略不计 那我也得追你 嗯 嗯 得说说个第一回吧 比他一样 有个微信 你是闹的 要是差的条件的话 你条件不差 嗯 不光说公司这一块 是不是 叔叔 还有啥条件抛出来 有房子 有车 有 啥都有 就差一个老二的 你同意不同意 我不管 我就要追求你 我的吗 这是啥情况啊 大哥 你难道就非大姐不可吗 你看大姐不但嫌弃你是离异的 还嫌弃你经济条件差 你还死缠烂的啊 你这是情窦初开啊 越被嫌弃 越激起了你的斗志吗 看样子 无论哪个年纪 爱情的力量都是最大的 会令人不管不顾的 这老年相亲真是太奇葩了 电影都不搭这么演吗 真是令人的笑皆非 你们怎么看 大哥能追到大姐吗 他们真能成吗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